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用基地库做了画图的处理 这节开始咱说了基地库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自定义画图 另外就是处理已有的图片 像活动哨子一样 打开已有的图片 把图片缩放 在图片上加上水印 这都是咱们图片处理的功能 不一样在哪呢 看一下 我们图片通常有的操作是 背景管理 缩发和剪裁 加水印 旋转 对不对 当然了 好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处理 基本上只要fotoshop能做的事 那咱程序大部分也都能做 对吧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用那么复杂的功能 对不对 程序毕竟是输出动态的图 那原来咱们画图看一下 画图的时候咱们背景管理是用手册里的哪些啊 imagine create 创建真色彩的create 等一下啊 是不是咱们用这个指定宽度和高度 创建影图片背景了啊 既然我们想修改原有的图片 那么我们直接加载原有的图片 不用指定高度 原有的图片什么样的 背景就是什么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介绍像这样的函数 imagine create from gf 只要传一个gf的图片 那我们这个gf图片就可以作为背景返回资源 如果我们 image png 就可以把png作为背景返回来 是不是创建背景就更方便了 对吧 那我们先找到我们要修改的一些图片 比如说 找到图片收藏 我们找几个我们想要操作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大象 是一个它是jpg类型的 对吧 当然我们这块写一个 大象jpg 对吧 那我们除了有大象jpg 我们它得找gf的类型了 对吧 找一下哪个gf 这个是不是gf类型了 咱们就地图map点gf 对不对 咱们各种类型都得处理 所以能多找几个 再找一些png格式的 png格式 这个是png格式的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三个图像都拿过来 这块是程序员 对不对 成p 好吧 三张图片 那我们三张图片 我们现在想创建图片的话 我们就得打开 先test.peerp 做一个程序 原有的我们是创建图片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不用创建了 直接 比如说 妹子你想打开哪个图片作为背景 png 那我们怎么的 用哪个函数 用这里边的 也迈着png 只要传这个图片名就行了 png 这个对不对 那 这个cx.png 是这个图片吗 嗯 我们创建 之间传当前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什么 cx.png 对吧 反过来的就是图片资源 看到了 那我们同样需要 处理的时候把图片 销毁掉 用什么 你迈着dstroy 传上wng 同样是创建和消费 是一样的过程 那中间呢 我们可以在那图片上画线 画条 该做什么都可以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 h 颜色的 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颜色 嗯 这块 我们这块 img 0 嗯 255 0 是不是一个绿色的线呢 $Color 等于这个 对不对 颜色是不是做好了 然后 rn image rn 这里边$Color 先不是Color img 对不对 从0 0开始 多困多高不知道 我们先随便写一个 可以吧 2828 然后颜色Color 我们就主要演示一下这个线出不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test.peerp 好 是不是这图片生成了 我们打开 图片查看器 你看 是不是这边有一条线 绿色的线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就化成功了 所以呢 创建背景 只不过换了一个用图片当做背景 不是自己创建的 那就图片做背景 其他的所有操作 前面做过的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对吧 好我们保存一下 那咱们这个宽度高度 我不知道我想画对角线 我怎么能过去图片的宽度和高度呢 有函数 对 有函数 哪个函数呢 看一下 我们这块有这个函数 如果是资源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直接获取它的什么 宽度和高度 对吧 如果直接用文件名的话 我们直接用文件名也可以获取宽度和高度 比如说 我想知道这个图片高度 画对角线 我可以直接在这块 你看原来是200乘200对不对 我可以直接给你迈着X里边传一个IMG 是不是就直接宽度啊 嗯 这块直接 IMG X Y IM IM AG AG S Y 里边 这个资源 你看我们同样可以获取到 这个 保存一下 我们再打开这个图片 是不是整体对角线都有了 已经获取到宽度高度了 对不对 除了用这个函数之外 我再保存一下 保存的第二份文件主要是介绍这个宽度和高度 对不对 我们不用这个 我们还有办法获取它的宽度高度 还有哪些呢 你看 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函数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不仅返回宽度高度 还可以返回类型 我们从手册里边详细查一下 这个 看到了吗 文件名称 返回的数度 包括什么呢 返回的数度 可以返回它的宽度和高度 还有什么 还有类型 那我们看一下 宽度高度 用粒子的接收 类型就可以了 类型是一个数字 类型是一个数字 这里边文猜度 我就给你介绍了 那类型数字 比如说是GFGPGPNG 分别是一二三 我们打印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画 打印一下 直接通过这个函数 直接传文件名就行了 cx.png 然后返回来的是一个数组 我们 我们直接在这打印一下 它不用传资源 看一下 没有如此的文件 不是点pnp 对不对 应该什么 png 看一下数度 看到了吗 这里边 有宽度 有高度 但是下标0 是不是整形的宽度 整形的高度 3这块对应的什么 这块是自乎串的宽度高度 对不对 其他min类型是不是都有 对不对 但是这里不要别的 咱们叫012 这三个是常用的 0指的就是宽度 1指的就是高度 2指的就是什么 类型 所以我们平时是这么接受的 这样接受的 这样接受 用list 宽度 高度 高度 然后 typ 类型 这样我们宽度 这样我们宽度高度 类型都有了 对吧 好 我都在这个文件的图片的中间写一个字幕串 好吧 那我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函数 faction图片中间写字幕串 cimgstr 就随便做一个函数名对不对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图片名 image name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写的字幕串 好吧 然后这里边首先呢 我们要干嘛呀 通过这个 先获取这个图片名的 宽度和高度 还有类型 宽度高度类型对不对 宽度高度类型都有了 我这边第一个我得传什么 这传的这得变量的是图片名了吧 先获取这个宽度高度和类型 然后呢 我们创建各种图片的话 你看都有什么规律 image create from pnggpegf 是不是有这样的格式 对 前边的函数名都一样 只有后边都一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返回的这个类型是不是还是数字 对 那我做一个速度 typs的速度等于什么呢 ary 下标1 对应的 它是gif 下标 2 对应的 是 jpeg 下标3 对应的 是png 手册里边有写 说 反过类型的数字 哪个是对应哪个的 对不对 那这个类型有了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做 你看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图片什么类型 反过来对不对 不管你穿什么格的类型 我们能不能在这块使用一个 这是在手册里边 你看 我就把前边 浮浪到这块的做事 再弄 png什么格子 那些不用 行吧 我能不能 创建背景 CR液体 创建 图片 img 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 干嘛 做一个字幕串 是不是这个是 公用部分呢 我在连接什么呢 typs 里边我用上 反围的类型 是不是typ typ 比如说反围3 那是不是就是png 那是不是cribe from偏激久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直接调用谁 调用cr img的一个资源 就等于 调用cr eat img 是不是变量函数 加括号 是不是相当于整个这个 综章加括号 调用这函数 前边咱们重点介绍过 变量函数 把一个函数名付给变量 这个变量加括号 就可以调用它的值对应的函数 对吧 里边传上这个img name 图片名 是不是这个资源 任何类型都可以了 那同样保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img 是png png cpeg gf gf 那我能不能 保存sve 这个变量 等于一个img 什么 连接上typs 是不是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 保存这个名字有了 然后调用sve 括号 看到了吗 里边 传什么 是不是 传一个字远img 然后保存的文件名了 那假如说 是$img name 这是原来的文件名 对不对 原来的文件名前面加一个new下发现 是不是c文件名了 就把原来文件名留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边这些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但是我们这个是派的用了 销毁图片的资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任何图片 对吧 然后我们在上边写一个字文串 对吧 我想写在图片的正中间 怎么办呢 有创建图片资源了 是不是上面写字文串 用image string就可以了 img 什么 str string 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 然后第一个是img图片资源 第二字体5号字体 对吧 然后位置 x位置 y的位置 然后是我们要写的字文串 对吧 然后后边是颜色 那我们 在 找一个 image创建颜色的 那个 创建颜色 用这个吧 用这个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文本的颜色 比如说我设置红色 red 等于 这里边 道罗佛ing 然后 0 x ff 0 0 是不是就红色的 嗯 道罗佛 嗯 red 对吧 现在我需要的就是什么 是这颜色 现在需要的 就是 中间 我们想画的中间 对不对 那道罗佛x就等于多少 一个字要任何两个图层 要让上面图层放在另外一个图层的中间 是有一个算法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 你看 这是一个 背景区域 我把它选上一个颜色 背景区域对不对 然后呢 我想画一个这个矩形 我把它也选上一个背景区域 我想把它放在上面的中间怎么办呢 把它放在上面中间 是不是想放在这个中间 是不是 开始这个点 开始这个点是什么呢 是不是整个长度的 对 整个宽度的一半 对吧 解决这个图层的一半 是不是那一点 整个上面的一点是整个上面的一半 解决这个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S就知道了 整个宽度的一半 我们知不知道 是不是 上面有这个宽度 对不对 宽度减去 什么 整 现在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的宽度是多少 整个这个字幕串 我们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前面我们学不学会一个 Image Font字体的宽度 对吧 5号字体宽度 再乘以整个字幕串的长度 对吧 htrln 倒了符 htrn g 是不是就整个字幕串的宽度 用这两个干嘛 除以2 是不是就s的一点 对 同样 y i 这个字体的位置 是应该什么 是不是高度 减去字体的高度 然后 这块就 不用乘以这个长度了吧 字体是不是就一个 对 除以2 那现在我们分别试一下 看三种图片都可不可以 这块 c c c img str 比如说咱把三个图片名都写 这块 第一个是咱们大象点 png jpg 对不对 是不是大象是jpg 然后字幕串上面写上 比如说 大象是妹子 然后 c img str 还有什么 map gf 对不对 还是妹子 然后还有一个c i mg str 还有一个是程序.png 上面还是写妹子 对吧 红色的都是红色的 那我们看一下三张图片 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三张图片 对吧 这是上次生成那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有这三张图片 要进一站 好 是不是生成三张图片 我们分别打开看一下 中间有没有妹子 红色的字 有 大象有没有妹子 红色的字 只是五号字的小点 地头有没有妹子 五号字 是不是都有了 真我们得写成功了 最主要这里边 我们需要的算法就是使用什么 变量 什么 变量函数 来 可以创进各种类型的图片 这块的输出也是使用了什么 变量函数 变量函数 对吧 那变量函数 主要是用这个或许多类型 所以是不是很方便 什么类型都能处理 保存什么类型都行 对不对 那也就是如果打开是GIF的 保存拼机可不可以 可以 也就是任何类型打开的都可以保存其他类型 这也是可以的 好时间关系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讲一些实际的应用 比如说缩号 对吧 好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